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记得早前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形人 买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情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啊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每个人 从前的所脸好看 要是尽没有样子 你所爱 人家就懂我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啊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 爱一个人 从前的所脸好看 要是尽没有样子 你所爱 人家就懂我 一生只够的 谢谢 谢谢三位艺术家 饱含深情的演出 就让我们借着这首 追忆故乡的名作 祝福所有的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 以及身处世界各地的游子 新春快乐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喜庆时刻 游子归家 亲人团聚 朋友相会 而对于每一个 身处异乡的游子来说 此刻想必心里 会涌起浓浓的乡愁吧 千百年来 文人默克写下了无数 关于乡愁的诗篇名作 萦绕于心 我想大家也许会问 乡愁究竟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大家也许会问